明家书宝 明家指路 帮上游你 寻找最具眼光的收藏者 本栏目由明家传媒 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邓丁三中央电视台 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成员 北大资源学院文学系教授 宋代官格乳定军 号称五大名谣 但是那个指的是 官谣 是贡品词 这个系列的 他这五大谣呢 也烧民用词 后来呢 这个靖康之变以后 徽清二宗 宋徽宗 宋清宗被掠走了 被金人掠走了 同时呢 把当时一些熟练的将人 也掠到北方了 因此呢 不光是我们过去概念中 宋代的 这个军台 哈村 当狱这一代 在这个河北的北部和山西 也烧这种 军咬词 这件东西呢 我们看啊 就不是 北宋的军咬了 这是金代 山西咬的 魂冤咬的 这个有什么特征呢 这个东西还没有人仿 这没有假的 特点呢 就是说 他这个胎子康 我们行里叫康 就是他 瓷化程度不高 类似于陶摊 这敲上去 这个声音啊 缺乏那种瓷摊的那种 清亮的那种声音 反而现在是没有人仿 而且也也不屑于去访 要是有这个水平的话 那就直接访宋冠军了啊 宋冠咬的话呢 一件军咬器 像类似这样的 百万以上的水平 啊 但是呢 这个山西魂冤咬 包括 当狱烧的军咬 一般的话呢 就是民用的瓷器 价值呢 当然跟官咬是没法相比的 啊 这个东西是没问题 而且甲的还特别少 啊 这件东西应该是金代的珍品 元代也有烧 但是元代的柚子啊 比这个肥厚 垂流感强 那这个还有点像北宋的特征 啊 但是呢 他已经是金代时候的作品 尤其是金章宗前后 经济非常 这个繁荣 当时是一个 呃 金代的鼎盛期 包括这个河南河北的一些谣场 都恢复生产 而且发展的非常好 啊 有些这个 呃 这个 在有些瓷器很难确定时代特征的时候 一般习惯上讲叫宋金时期的啊 这个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北宋 归宗到金张宗前后这个时期啊 能烧出非常漂亮 非常精致的瓷器 啊 这件东西是金代的真品啊 但是不是官邀的 本欄目由名家传媒荣誉出品 财富热线4001014797